总部涉带美国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在5月1号发布了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 报告批评中国政治改革遭遇挫折 加强了网管和监控 不过学者指出习近平是早已选定了毛实路线 请看报道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 中国新当选的领导人中 大多数都依靠走强硬路线建立政治生涯 这对期望实施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是个打击 为显示新领导人不太可能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潮流 中共当局在过去两个月里加强了互联网的审查和监控 这份报告评出最缺乏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国家和地区 其中有白俄罗斯 查德 中国 古巴 老挝和南澳赛提 全球两个最不自由地区 一个是中共统治下的西藏 另一个是摩洛哥控制的西沙哈拉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的2012年各国人权报告指出 在中国独裁政府下镇压已成为常态 特别是维权人士的自由更大受打压 而在去年11月的18大之前 新疆和西藏人权受压的情况更渐严重 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4月30号发布的年度报告也说 中国的宗教自由在过去一年显著恶化 深圳杂文家朱建国指出 习近平的基本思路是走毛氏路线 他的八条新规定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套 用领袖的监督代替民主代替法治 他在5月1号接见大庆和大寨的代表 进一步说明了他要走毛的路 他上来的目标很明确 实际就是把胡锦涛让案终止的政治体制改革 正式的明确的把它终止了 他根本不会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他的内部讲话讲前苏年的历史教训 就已经说了 他绝不会走戈巴乔夫那条路的 也不会走蒋经国的路 朱建国认为习近平吸取了30年来 中共改革派从来没有得到好下场的教训 沿着胡温的发展经济加维稳的路走下去 德国之声指出 习里新政上台 新闻打压依旧 香港媒体人国际记者协会亚洲负责人胡立云表示 原来中共当局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一场戏 他们从来也没有改变 或去尊重新闻自由 习近平已经搞出法西斯主义的方向了 他也不会改革 他也不会不改革 他就按照原来从毛泽东邓小平给他留下来的路径 然后已经早下超越左右的 然后在改革意识的前提下 他就是不断的维稳 然后不断的加大对底层民众的国内治病 掠夺的这个方向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 习近平只能是当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走一个左右平衡的法西斯主义之路 另外朱建国还指出 由于习近平受教育的局限性 他的眼光视野非常短浅 他只看到毛泽东的成功之处 虽然他和他父亲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 那条路给国家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你使得真正的大潮流 他没有看清楚 世界这10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20年来世界民主的新主向 他都没有看到 他的眼睛只盯在权 只盯在经济上 他以为有了经济 就证明这条路走通了 但是他忘了 当年的清朝的GDP是全世界第一 但是他依然会夸待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两股力量 底层民众要求解决中共问题的 这股力量和中共的利益集团 他们之间的矛盾 没有任何的妥协而言 所以说这个中间道路就走不通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第五代领导人 他怎么样决定他自己的未来的问题 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 第五代领导人是与第一集团一起彻底垮台 还是与底层民众合作 选择摆在了他们面前